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坛部分 就是邀请了五位产官学界代表 畅谈媒体素养的跨界推动 更与台下参与来宾有着深入的论战 五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产官学者 分别根据自身的经验 来探讨媒体素养的创新与未来 其中包含了中家集团副董来玄武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炳红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苏正平 高文市新闻局局长江彬河 以及中央通讯社董事长李永德 由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凌主持 从各自的领域 分享现在媒体与资讯生态的转变 与可能的发展 假新闻或是很多不时的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归纳成 是在英特线上 跨部门或跨域 如何能协助我们在媒体讯上 教育上来做推动 但各位不用太多的期待 我们没有谈创新的未来 因为目前在做媒体讯上推动的时候 就其实有碰到很多的困扰 记者可能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 或是获取的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平衡的方式 去尽量获取一个相对客观的 一个报道的内容 网继网络带来的影响 以及让现今的媒体产业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AI成显学之后 更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 为了推广媒体试读 以因应未来的趋势 替现代公民建构更好的媒体环境 中夹集团举办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 透过多位与谈人的分享 给予参与的产观学界代表 更多的思考面向 媒体的创新 创新这个是 今年最重要的发生 就是AI的演变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AI对科技的创新 对使用方式的突破 我们媒体的前途是非常不确定的 论坛中台上台下也彼此进行讨论 更掀起了不少实务上的论战 都是为了能够营造出更好的媒体环境 针对媒体的试读 针对面对AI的挑战 针对我们台湾怎么样让媒体发展得更好 都有很精辟深入的一个分享跟讨论 个人收获良多 也非常期待未来这个节目 能够这样的一个论坛 能够在持续在推动 因为我们在屏东大学 所以我觉得全在屏东 其实在南台湾也是重视 就是不只在都会区 而且能够到不同的地方 去讨论 去传播这样的一个议题 一个多小时的讨论 从产业 学术 官方各个方面进行解析 中家学院第一届的高峰论坛 针对媒体素养的未来 要透过各界的努力 提供给台湾更好的媒体内容 记者综合报导 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住宅政策 在万荣捷域站附近 新建景峰社会住宅工程 选择即日举行圣粮典礼 台北市公务局水利工程处表示 文山区景峰一区社会住宅 将提供90户住宅空间 基地面积为2439平方公尺 为地上14层 地下2层直钢筋混凝土建造物 其中1至2楼将由台北市社福机构进驻 包括社区土书室公共托育家园 另外建筑也将取得 银级智慧建筑标章 银级绿建筑标章及耐震标章 营造都市生态环境 提升社会住宅质感及永续建筑形象 原来是一个垃圾场 那垃圾场在这边造成很多的环境的污染 包括四楼的景观 那可以看到说周边都是 后面都是大楼 所以民众都觉得说 这边的环境非常的脏乱 然后又会吵杂 所以影响市民的整个生活影响很大 那自从我们市政府 来推动这个社宅的披荐之后 我们这边的环境改观了 垃圾场整个移走了 然后这边的噪音也没有了 所以整个环境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兴风里这边很好 我们这边是衣山傍水 我们这里有文山运动公园 我们山头有文山森林公园 所以这边是好山好水 对我们的居民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的 整体工程将预计在113年9月完工 临近景美运动公园 透过公共社福与商业空间进驻 串联城市开放空间及履带 协助居民逐步完成社区更新再生 我们这个案子其实是从109年开工 那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底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那虽然是工程范围不大 大概800坪左右 但是麻雀虽小 那里面的功能还是很多 除了提供了90户的设载的这个内容之外 那这90户里面包括有72户是一房型 那差不多还有两层的比例 是包括6户的三房型跟12户的二房型 这样的比例关系 那另外就是在12楼层 有相关的我们社府的日照 还有拖音 那不管是日照或拖音 其实从这样来看 我们这个设载等于是 从窑览到窑椅都有包括 那我们的三楼到十四楼 就是主要的我们设载的 这个相关的使用 那我们希望在文山区创造这边的 这个区域不是只有住宅 它就包括我们整个 虽然八百坪的这个范围 但是我们基地是有见避率的 所以我们会把开放空间让出来 那再加上周遭其实环境非常好 这里有景美的运动公园 那再加上临近新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捷運站 所以其实在这边 如果将来能够入住 对不管是在地的或者是将来在这边落脚的这个居民都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还包括了在这些相关的这个范围环境里面都能够开窗 那当然这个只是设计的细腻的考量 我们在整个这个设计台北市所希望创造的是包括能够优质永续 还有它的这个智慧管理 所以我们在整体的设载的这个相关的配置上面 以这一个设载为例 我们就有包括了云集的立建筑 还有云集的这个智慧标章 那另外耐震的这个标章也一定包含在里面 那所以我想这样有环保还有耐震的这种安全在在我们的整个设载的概念里面是到我们目前来看应该都很纯熟了 那尤其是在这个区域 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一块是还有一个景峰二区的位置 我们也希望后续能够创造跟在地居民共享的一个环境空间 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在二企的部分我们也会来努力 那二企的已经花包出去了吗 还是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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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当中 那当然也感谢登山营造的帮忙 这个案子在当时的这个花包工程来看 其实刚好是在营建物价还有缺工缺料 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的这个状况 所以工程可以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历经了很多的这个挑战 那当然陈奥尔本这边为了确保他工程的这个安全 所以在基础的施工上面也非常的用心 他觉得不好的就把它打掉 这个是在当初一个在施工的历程中特别经历的 那所以也感谢登山营造这边就品质上面的要求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案子在后续已经上梁之后能够顺利的进展 因为他现在每一层楼的完成之后大概就是到后面的精装修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在明年如期如此 如此的我们交托给这个原来杜花局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就达成了 我们真的是拿到这个工程是真的 历经的 本来是应该来讲是说要因为 一直设计上或是地质上的东西或是结构上的东西 以前的联系币的东西一直在延档 还有在施工碰那个又碰到一个暴雨的时候 那我们造成了很多的损失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也是都跟结构技师 然后跟我们的土木技师这些都讨论 重新打过然后打出过然后再重新弄 就为了是真的是要品质 我想这边东西这是我最在乎的 然后也是我们登山营造所有员工最在乎的 那这边我们真的也谢谢我的同仁 这样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工地总算上梁了 那当然这个也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 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也祝福我们以后的装修工程跟精装修 都能够如期如指的完成 上梁典礼由公务局长黄一平 与设计兼造及施工团队一同助导 期盼工程如期如指平安顺利完成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921大地震即加满24周年 内政部长林又称宣布为期两个月的 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9月启动 另外也推荐国人下载 升级后的消防防灾1.通APP 即使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 民众也能查询避难的资讯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应该要学 在壮户台湾联盟理事长吴一龙 介绍急救相关设备后 内政部长林又昌有感而发地表示 基本急救技能每个人都应该要学 他在基督市长任内就要求所有局处首长 包括他自己都必须学会CPR 这也是内政部为什么年年都要举办 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的原因 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开跑 为期两个月的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 从9月展开 其中9月21号将动员全国救灾部队迁余人 办理大规模震灾消防救灾动员演练 交往气象局也将在9月21号当天9点21分 发送国家级警报讯息 提醒国人演练抗震保命三步骤 趴下掩护稳住 在期间我们有包括对民众的一个宣导宣传的一个活动 让更多民众可以了解防救灾的一个知识 也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那另外就是我们机关团体 还有民间的NGO专业的一个团队 会针对不同的一个情境来进行各项的一个演练 这些相关的演练不只是在一个地点 而是会在我们包括新竹县 新竹苗栗县等等的一个县市来扩大举办 所以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我们做得非常好 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充分的准备 也就是希望把台湾 我们防灾的一个工作 能够做得更加的一个完善 而且更为深入 除了举办相关模拟演练 牛昌哥呼吁国人勇于下载 消防防灾一点通APP 这项APP以一站式提供民众消防防灾资讯服务 甚至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 也可以查询避难资讯 提供包括台风地震等 多达21种的灾害市井推波 及灾民收容所等离线地图 这个防灾一点通 真的是部长要跟大家大推 我之前其实也推荐给大家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不只是消防的防灾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要把它升级为 是一个国家防灾的一点通的APP 那在上面可以得到各种的一个 灾害防救的一个讯息 还有包括这个你收容的地点 或者是我们物资的 这个取得的这些地点 甚至也包括避难的一个地点 所以这个非常大推 请大家这个多多的去下载来做使用 结合民间资源 内政部消防署也持续与 持继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合作 推广全民灾害意识与技能 更将与中国台湾联盟方面 共同培训台湾民间紧急应变队 让全民防灾网更为紧密 我们希望各个社区有更多的志愿者 更多愿意采取行动 帮助彼此的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训练 从创伤急救 到轻型收救跟脱困 到灾害时的紧急通讯 甚至定向导航等等 这些都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公民 应该要有的基本的观念跟意识 那这一次呢 9月21号我们也特别与消防署合作 我们开始示范一个概念 一个新的概念 它叫做台湾民间紧急应变队的概念 就是让任何社区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居民 我们社区的成员 第一时间有能力站出来 采取行动自救互助 整个9月 内政部也与各卖场及网络平台 合作设置防灾专区 方便民众准备防灾用品及食物 林友常以近期台风侵袭台湾为例强调 透过定期防灾演练 及建立防灾意识与观念 在突如其来的灾害发生时 才能冲农应对 有效减少伤害 确保平安 国家防灾日 大家一起来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有立法员郭国文在立法院群行楼召开的公听会 邀集了产官学界代表 针对金管会理定中的 管理虚拟资产平台及交易业务指导原则 提出看法 金管会代表说明目前指导原则的制定方向 毕竟它是一个跨国性多有的一些商品 那我们台湾如果说要进行规管的话 也肆意是说跟国际上要有一个互联 因为要不然的话也是像有一些年轻人就跟我讲说 其实他们在国内就是只把台币换成虚弊 那他就打到国外去交易 因为他也有虚弊 所以变成说我们国内的这些规管 假如说得到这个投资人的信任 台湾国外的利益 业者代表则呼吁应该制定专法 并且针对不同规模大小进行分级纳管 因为现行其实在国内所有的业者 如果要拿取的话 会深入就做现货的交易 可是坦白讲现货交易 在交易利润上面 我们请收取手续费 这个是非常不弱的 那未来要应用这么严格的成本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成本相对比较高 那是不是除了应该要针对业务分类做一些 管制例如像是存买卖油 然后是交易所缩合的 那如果他今天提供的只是单纯的钱包保管 因为像是国内最大的 他就只有存钱包多管 他需要做到这么严格的行为的标准 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学学方面建议指导原则一明确 辅导与监管机关更应该分立 辅导跟监管机制两个会建议 应该要把它分流 尽管会全民叫金融监督管理委会 他本局上就是做金融监督管理 做监理的一个角度 但是如果又要让监理的一个单位 来复导产业发展的这个方向 那其实就会变成求援监惨犯 由于近期检警侦办案件也发现 虚拟资产被许多不法分子 作为犯罪工具使用 警政署代表呼吁除了 虚拟货币交易所应纳管外 境外交易也该移并纳管 否则仅靠自律恐怕会出现漏洞 我们也曾经用刑事案件移送他 但是法院他们的认为是这样 这些虚拟的一样虽然账路落地 但是部分的院警认为 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 欠缺主观的前置办理故意 所以很多案件都不起注 变成其实金融委员 所召开这个问题是回归到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犯罪的问题 那怎么样让国家的一些金流机制 来做主力 那其实我们警政署最后的建议是说 也是希望我们监管制度能够法治化 最后郭国文针对会议讨论 统整了五大结论 其中呼吁制定专法及设立 金融科技局也成为业界与学界的共识 据了解经济部已经在今年8月预告新增 虚拟通货商业 等预告期两个月界满 加密货币业者就可以申请组成工会 并依据金管会指导原则内容 进一步订定业者自律规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诅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辽道部拍摆 明年基本工资渴望调涨 军工就明年也将加薪4%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9成的上班族不满意目前的薪资待遇 创下了近5年的新高 37岁的曾先生 任职于知名电子大厂4年多 担任评检员 平均月薪约2万8千元 旺季加班可领4万元 但公司这几年订单减少 动薪3年加上工作量变大 让曾先生萌生转职念头 正积极投递履历 希望可以顺利找到4万元薪水的工作 疫情前几个月吧 就进到这间上市上柜的电子大厂 然后原本也是未来一片看好 这样子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好遇到了疫情之后呢 这三年下来订单量大减 所以就是变成加薪的机会没有了 然后即使说有加薪的话 就是幅度可能也没有很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是还是偏向说 为了增加收入 而去找另外额外兼菜的机会 这样子 那我也是 后来也是有到餐饮业 去做后备餐储的部分 那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至少一个月会额外再增加个 1万多的收入 只是说这样子 体力比较负荷一点 因为毕竟说整个时间都在工作 这样子 今年24岁的Hank 毕业后就进入百货业当贵哥 当时老板说公司会有抽成 但工作两年下来 Hank发现每个月能领到的薪水不到三万元 加上工时每天平均超过11.5小时 让他选择离职 准备重新找工作 那时候店长是说一开始领下来 大概会是三万多 可是实领下来 第一个月 因为毕竟第一个月 它会是上一个月的奖金 所以我们第一个月领下来 其实只有底薪 1万8而已 那第二个月开始 才会有真正的奖金加底薪 那领完扣完老健保 加双北加级领完还是不到三万 也是有保底薪资的部分 那保底薪资从原本两万五千多 现在已经涨到两万六千多 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到最后领的薪水 还是有加 只是加的幅度还是会很少 其实加几百块而已 根本没什么太大差别 我觉得最少也要三万五左右 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谈 那时候就是想说三万五 就是差不多 可是那时候我找的这间公司 下来其实连三万都不到 31岁的陈小姐 国际企业管理学系毕业 多一成绩810分 在人力银行看到外商航空公司 客户经理一职 凭借语言能力与过去累积的 客户开发经验 加上空姐资历 让她顺利录取 基本年薪95万 将在9月底报到迎接新挑战 转职过程的话基本上 因为我先前是航空业 那大家都知道疫情的关系 其实航空业过得并不是很好 那也在疫情之前 我刚好那时候就决定离开航空业 那转职到朋友的这个公司 那过程当中当然会持续觉得自己 可以有再努力跟进步的空间 所以当然也沉淀自己以后 就是选择回归到自己的长处 利用自己的长处再转职跳槽 帮自己到现在的这个外商公司 那薪资水平会比较高 比较好 在谈新工作的时候 主要的加薪技巧会变成是说 让公司知道你可以为公司 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因为毕竟其实大家都知道 上班这件事情不是只有 单纯只有一个为一口饭食 当然公司也需要盈利 那你可以帮公司盈利 当然你就有机会帮自己 再谈比较好的薪水条件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九成的上班族 不满意目前薪资待遇 创下近两年新高 仅两成五有被加薪 平均增加2117元 而上班族透过跳槽 最多平均可增加7346元 另外有两成上班族 曾以预离职要求加薪 其中9.3%加薪成功 5.2%加薪失败但被未留 还有5%加薪失败应而离职 好那其实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结果 有超过9成的上班族 对于自己的薪资是不够满意的 而且这也创下了五年来的新高 那当中呢有75%的人表示 自己今年是没有获得加薪 只有25%的人表示 今年有被调薪 那平均加薪的幅度 大概是2117元 基本工资已经确定 要连续八年调涨 那根据了解也发现 虽然上班族认为 调高基本工资 可以有助于边际劳工的薪资福利 但是大多数的上班族还是认为说 调高基本薪资 对于自己的薪资水准是没有帮助的 甚至可能压缩到 他们既有的奖金 还有调薪的机制 另外呢在一方面 市场预期加薪之后呢 可能会带来通膨的效果 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现在我们之前调查有发现 有超过三成的上班族 其实是有在兼拆的 那他们每个星期兼拆的时间 是12.3个小时 每个月可以增加12667元的收入 所以如果对于自己的薪资 可能会被通膨 甚至是基本工资调长 而吃掉的上班族 我们会建议 可能可以用兼拆 或者是斜杠的方式 来增加自己的薪资 曾仲威指出没有明确调薪制度的公司 可能隐藏常年不加薪的风险 建议求职者在面试时 可以主动询问面试官 公司调薪制度及申前管道 以免到之后出现期待落差 被迫再度转职 而虚度宝贵时光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体育署举办112年 全国登山日启动记者会 邀请热爱登山的全方位艺人 蔡昌宪分享登山经验 体育署宣导及提升登山的安全观念 鼓励更多的国民踏足山林 建立多元的运动形态 热爱登山的艺人蔡昌宪 分享走访全台各大山岳心得 邀请大家一起走入山林 享受登山践行运动 我自己本身就是热爱梳梨运动 那登山这一块也是我这几年 哇真的是第一次参与就爱上 踏出了那一步才感受到山林师美 真的被他拥抱 我也好好的大力地拥抱他 走出湖外的时候 就是一直都在享受 而且一直在吸收 那其实我觉得要踏出那一步 其实可以从真的是自家 身旁的步道开始 走过第一招 虽然这个才也没有多高 几百公尺而已 但是走上去就像一步 一步 虽然脚很酸 但是每次回头的那一刻 哇 这一切都好值得 对 你会看到你自己走过的 这些痕迹还有轨迹 然后发现自己好像 又更像一层龙了 而且那时候我就会充满好奇心 就是我会不会说固定 一定得走这条路 我看到旁边有一些小小的路可以走 我就会说这里安全 没问题安全 我就会去探索 去开刀挑战看看 那在爬松罗虎的时候 自己的心理状态已经更强重了 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拦倒自己 而且那时候自己体力也算都还不错 所以也是跟着这群朋友去 而且因为松罗虎的地形 那还有气候环境相对也比较潮湿 那你看这地上都会比较泥泥一些 对 蛮泥泥的 所以其实难度真的有一点高 我是单工 单工 所以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大概是我们到那边 差不多七八点 那整庄 那除备要体力 吃完早餐之后 出发差不多九点 我是天黑前下山 OK 所以我看到你好像还有戴头灯是吗 对 还有戴头灯 因为我觉得这些装备是不能使用 可能判冠衣或是到了台湾 都需要用到 而且过程还会遇到一个 一直非常可爱的长龙枪 我相信很多朋友的 第一个白月可能跟我们都一样 就是可欢北风 非常适合 是 真的超级适合 因为我也是在跟那群山友一起 建立了很多信心 他们给我很多信心 我想说我一定可以 我体力很好 我的松腿很有力 因为我的朋友就见证了我 跟他们一起去爬了好几次 因为我是一个 没有办法静静的爬的人 我就看到我会这样子 你会跳音乐是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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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会稍微跳 他们自己整个那个动态的感觉 会启动得很高 所以他会说 你很会爬山 放心 你一定可以 所以在这些朋友的建设之下 我就先爬了 河湾北风 所以你这一场 河湾北风 你大概爬了三个小时吗 要不办 我记得时间 因为我觉得 蛮快就到了 因为那时候 我们还想说 要不要往东风去 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 体力还没那么好 我们就想说 我们就是同进同出 大家一起 就是我们就提早下山去吃饭 但至少有达到了一个北风 就是人孙地说百岳 近年登山践行风潮盛行 体育署推行全国登山日系列活动 提供多元化的登山活动 一同感受台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在108年10月大概是21号左右的时候 行政院这边有召开一个 襄山自建这样一个记者会 会议里面 整个大概接触了 有幅大的一个政策的群手 包括山开放 包括有些资讯厚免 包括服务要便宜 包括我们登山的教育要普及 也包括我们有一些登山 有一些责任和一些要致富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特别借助这五大的一个政策主轴呢 向全国的一个民众 宣导政府 把山林开放 向山致敬 向山致敬的时候 我们要跟山进山 我们要致敬 然后呢 我们也要进山 哪一个进呢 要进去山林 那哪一个进呢 我们进入山林 我们要把山林保持干净 所以我们有三个进 三个进山 那个 自从1082年这样子实施以来 那个已经会要四年了 然后体育署这边 坦白讲 从106年 针对全国登山日的一个活动 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然后我们整个全国登山日的一个活动 其实是搭配刚刚讲的五大主族里面的教育 教育的这一个环节 所以 很高兴今天在今天的会场 看到我们所有的伙伴机关 欢迎参加 所有的协会和企业 很多大力的支持跟赞助我们 持续在办理相关的一个活动 我们整个9月跟10月 有很多的一个系列的活动 然后看了一下 应该可能不止 除了我们各个单位 在办了250场以上之外 包括我们伙伴机关 这边也大概有办了100场 很多 包括有些线上的 线下的这些相关登山的一个活动 跟一些安全讲座 或是登山论坛 还有 比较重头心应该是我们北中南 这三区 我们有一个主题日的一个登山活动 在10月14号跟15号这两天 然后另外最后呢 我们在整个10月底 会有一个登山社团的大会师 在10月28号 那是9号的两天 系列活动从9月陆续开跑 透过全国性与地方登山社团的串联 举办超过250场登山活动 规划近20场登山安全讲座 民众只要在期间参与登山 就有机会获得超过 40家品牌的精选豪力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内湖百年土地工贵竹工 从8年前开始将白米等普渡贡品 捐赠给弱势团体 在台北市原理艳秀的号召下 今年更获得新北市卢州奉案工 及多家企业与民间盛兴人士响应 连远到屏东雾台乡的贫困户都受惠 受责单位将一包包白米 及一箱箱普渡贡品礼盒办上车 这里是内湖百年土地工庙贵竹工 8年前在当时担任立法委员的 台北市议员李艳秀号召下 将信众普渡的共评转赠给弱势团体 像在诚心祭拜好兄弟祈求平安的同时 也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贵竹工在我们内湖立山街 就是我们这个旧地名叫山脚 在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了 上百年 那我们其实每一年的中原普渡 物资都非常的多 那自从李艳秀呢 他当上立法委员之后呢 他就跟我们这个庙来联系 把这个多余的物资啊 可以送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上 所以我们今年是我们第八年这么做 我们普渡之后哦 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物资在 那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把这样的爱心 直接捐赠出去 我们普渡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平安 这个平安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在社会上有更多的人需要 所以我们就过去我们一开始 只是把普渡品一起做一些捐赠的一次 分享出去给荣福处的各单位 那我们后续陆陆续续 这个新闻有更多人知道之后 有更多地方的好朋友加入 不同的公庙加入 那甚至其实贵族公跟我们的丰安公 只是其中一个 现在其实陆续从八年前开始 陆续有很多的公庙 都一起在普渡把贡品 当做后续的捐赠 分享出去给有需要的人 那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爱心 这项持续八年的公益活动 获得外界好评 不但许多企业及民间善心人士响应 新北卢州丰安公也加入 捐出两千斤百米及数十箱民生物资 共襄盛举 其实我们每年都有 也是捐赠物品给各地方的慈善机关 那因为这因缘际会 我一个很好的大哥 大嫂在这边服务嘛 所以想说他邀请我说 看他们一起来这边参加 所以我想说共襄盛举很好啊 每年我们的物资也还蛮多的 那很多善心人士都说 要捐赠给这些慈善机构 那我想说团结力量大 那我们就把它全部集合到这边来 一起来做这个善事 中原普渡相关的救助活动 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 那我觉得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 我这个很高兴 我想除了我们贵族公委外 我们其他的公外 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们都会来参与 我们的理事啊 赵理事 他刚好有这个贵族公的捐赠仪式 所以我们很乐于参加 我们就来参加了 希望以后每年都有机会来 受贞单位包括 华山基金会港湖站 士林荣誉官护人协会 台湾稻妓爱心会 永吉康复之家 生命力乐活福建会 巡礼会内湖教会 及港湖区清寒贫困户 甚至连远在屏东雾台乡的贫困户 都受惠 贵族公这边的话 他们提供了物资 然后提供了钱的部分 然后可以照顾我们这些 弱势的长辈这样子 那贵族公一直都在 很关心我们华山 然后一直都有捐给我们华山 这样很多年 对我们长期配合多年 除了捐赠中原普渡贡品做善事 相传日据时期就建庙的贵族公 每年在端午中秋及元宵等 几大节日 也会分送民众平安游饭等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信念 希望让土地公的爱心 庇佑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少年府育院在108年 全面改制为矫正学校 让每位学生接受108课纲 课程及技能训练外 也有机会接触艺术教育 因此法务部举办 逆风少年异动青春特展 规划了六大展区 让参观的民众 了解背后富含人性温度的故事 对矫正少年们 有更多的理解与接纳 一幅幅黑白摄影 捕捉逆风少年的身影 密密麻麻的文字 写满对家人的思念 法务部逆风少年 异动青春特展 规划六大展区 包括青春显影 自画像 刺绣重生 书信互动区 接见式互动体验空间 以及艺术创作等 呈现少年的生命故事 也让民众透过不同的途径 认识矫正少年 这个六个展区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是摄影作品 那这个摄影作品 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在六年前 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替代艺奶 叫卢德珍 那他很特别 就是跟这些少年们 有非常好的互动 那他们就觉得说 少年们这一段时间 如果依照法律上来说 他们这些记录 是要被抹去的 但是他觉得青春好像 这样没有留下什么 很可惜 所以他们就跟他们沟通 然后所以 跟他们做了一些拍摄 其中有一个是 在我们大的展区 然后有看到一个小朋友 就是把自己脸遮住 那这张照片呢 很有意思 我也是听他们 学校老师在讲 然后这个小朋友 在描述说 他在进来前 然后跟爸爸关系很不好 然后进来之后 也自己有很多的烦心 然后他说 他很想跟爸爸说 爸爸我爱你 讲完之后他自己很害羞 就把脸遮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每一张照片 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看 慢慢体会 来细细观赏 那另外一区的部分呢 就有小朋友的自画像 那这自画像的部分 就是我们四所矫正学校 然后他们在上一些 艺术课程的时候 然后老师 让他们做的自画像 那这自画像 他们有的是用点画 有的是用板画 然后有的是用水彩画 那我觉得等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小朋友在里面 他怎么样去描绘自己 那小朋友很多 其实非常有艺术天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手册 甚至在我们的 宣传的博射上 就有一个画像 大家以为是我们 去引用的谁的画 没有 就是小朋友的画 他当成我们这一次 展出的logo 我觉得非常的吸睛 那大家也可以来体会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块 是刺绣区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有刺绣区呢 因为现在 时下的年轻人 很多人就是 手上会有些刺青 那但是如果说 他们想要挥别过去 有些小朋友 他会想要把这些 上面的刺青 把它去除掉 但是去除刺青 是一个非常疼痛的过程 那我不晓得大家 知不知道怎么样去 因为如果要除去的话 就会好像 那个刺 就像刺绣 一点一点会凸起来 那就有点像刺绣的感觉 那学校的老师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让小朋友 在除去这些刺青的 这些图像之前 让他把他那个图像 换成是刺绣的图样 把它留成一个纪念 然后这是我们 另外一个展区 那还有一个展区 是Inner Voice Inner Voice 是说因为其实我们 大部分的小朋友 是没有经过那样子 矫正学校的 这样子的经历 那里面 我们收入了非常多 他们从早上起来 然后他们参与一些 学校的活动 比如说他们 有咖啡豆的学习 球类的学习 然后或者是开门 关门声 或者是起床的一些音乐 那大家可以去 试试看 听听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还有一区呢 是针对我们 矫正学校 改制前后的不同变化 总共有四个阶段 然后我们有一个大事迹的图 是在场上 大家可以去观览 然后最后一区是 学艺繁不繁 那那个部分就可以看到 也有陶艺的作品 然后也有用乒乓球拍做的艺术品 那非常的多元 副司长谷慧珍表示 少年福育院在108年 改制为矫正学校 让每位学生接受108课纲课程 及技能训练外 也有机会接触艺术教育 展览中可以看见青少年 如何透过艺术探索自我 学习沟通 加强自我认同 与重塑自信 法务部这几年来 在司法改革 有很多的面向 我们做了很多的改善 那其中有一块的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是针对这个 少年福育院 改制成矫正学校的部分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尤其在111年 110年8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都已经全部 变成矫正学校 那现在有敦品、城镇、立志 跟名阳四所矫正学校 那其实在改制之后 学校有非常多的改变 包括它跟108年的课纲结合 那也增加了非常多元 以及不同的课程 那其中比较明显的部分是 他们结合了艺术教育的课程 那为什么想要举办这样一个测展 就回想到去年12月的时候 立志中学举办了一个爱的团圆饭 在爱的团圆饭里面 我们看到小朋友的改变 也看到立志口勤队 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变化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矫正学校的转变 以及这些少年们在里面的努力 我们这个测展就是希望可以走入社区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我们矫正学校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些少年人也不是大家想的都这么坏 那也许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迷失了自己 但是我相信你跟我都可以成为他生命中的贵人 可以帮他撑一把伞 我们可以一起走过 我会觉得说 其实小朋友在整个艺术教育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自我的一种心灵的陶冶 那甚至是一个自我的省思 其实人有时候 其实他当他在沉淀下来之后 他其实会慢慢的回想 自己到底做对还是做错 其实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们 也许他们可能不是很懂得表达 但是透过艺术 不论是在画画或者是创作 甚至他们有云门舞集 这些舞蹈的课程里面 其实都是一种对于自我 一种另外一种探索 以及另外一种沉淀 逆风少年异动青春特展 即日起在中国文化大学 推广教育部大夏一郎 展出到9月14号 邀请社会大众透过不同艺术形式 看见少年们背后 富含人性温度的故事 感受生命的美丽与深邃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 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要增进家庭及亲子之间的情感关系 市政府社会处在朝靖公园 举办了家庭演餐的共玩活动 绿油油的草皮上 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摊位前 进行游戏闯关 不少平常忙碌的家长 趁着假日带着孩子来参加 社会处所举办的家庭野餐共玩活动 现场结合多家社福机构 宣导及推广社福讯息 今天是由我们社会处来主办 有四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邀请了基隆市 非常多重要的社会福利服务工作的单位 包含了伊甸爱家贝 还有等等的 几个社福团体以及基金会 大家一起来公私协力 让民众可以知道 从长者到身心障碍 到儿童都能够有哪些福利服务 民众可以来一起申请 来一起关怀我们身旁的每一个朋友 活动开幕一世上邀请市长谢国良到场 特别感谢社会团体 长期以来和市政府合作 传播爱的力量 谢谢我们社会处 长期以来都请托跟这些社会团体 来合作 对我们社会各方面的伙伴们 合作来提供照顾跟关怀 那今天有很多的家长跟孩子 共同来参加 我也很常带小爱来这个朝靖公园 这边很漂亮 然后上面也可以放风筝 然后走走看看 非常的幸福 那很开心大家今天能够过来 主要还是我们社会处办这些活动 还是希望传达更多的关怀 来散播更多的爱 那让我们各个团体的帮助 跟需要的朋友们 大家凭此能够连结 那小爱爸爸很开心在这边 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周六的上午 跳舞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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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爸爸妈妈常常吵架 每次吵架的时候 我爸爸都会打我妈妈 打我妈妈的头发 妈妈都会叫我躲在房间里 活动中暖暖定祥社区发展协会 JUMMY剧团 在台上进行防暴宣导剧 加深民众防暴的议事 借着我们发展协会 然后组成的这个JUMMY剧团 那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这个剧团就也借着 这个很简单的演戏的方式 就能够很清楚的 让这些的民众就知道 原来防暴可以这样子来处理 这是我们在这个 成立这个JUMMY剧团最大的用意 市府社会处表示 透过大型户外野餐共玩活动 让大小朋友走出户外 拉近亲子之间的情感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道 未来要根除肝病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台北市华中福人社 与金融市政府共同合作 举办生肿朋友免费肝炎肝癌 及腹部超音波筛检活动 帮150位生肿朋友免费筛 原来国小大礼堂 一大早就民众排队抽血检查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协助生肿朋友到检查站接受筛检 台北华中福人社结合了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和金融市政府 10号上午在金融举办 免费肝炎肝癌及腹超筛检活动 现场提供了150个名额 给30岁以上的生肿朋友免费筛检 台湾V肝C肝非常盛行 可是大部分的V肝C肝朋友 事实上他们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筛检 那么这个筛检包括抽血 检查肝功能 V肝C肝的病毒标记 还有胎儿蛋白 另外还要做超音波检查 这一个缺一不可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是久久才做一次 至少每年甚至每半年三个月 要看病人的病情来决定 一定要做一次抽血跟超音波检查 这样才能把我们有没有V肝C肝了解 还有我们肝病的情况了解 我们也为了很多的身障的朋友 他们因为很多交通上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特别来基隆做这个地区服务 也希望把我们今年的福伦年度主题 爱分享 分享爱 能够把我们的爱心 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得到 也希望福伦人平常都能够出钱 出力 出时间 出爱心 把大家能够结合在一起 也能够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也希望藉由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要爱惜自己 因为C肝 因为肝病是不会说话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超音波 能够让更多的这边的民众 能够早日发现 也能够爱护自己 希望我们全民都能够有好心肝 好健康 赛检活动现场 全程安排无障碍动线 及提供手语翻译 师傅安排志工在现场 协助身障朋友提供完善服务 我们平常都宅在家里 那平常的时候 因为不方便出门 所以我们说 希望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这一群伸脏者 当他们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不要忍耐着 而只是靠有时候吃止痛药 来治疗 那当到发现到说 身体很不适应的时候 那往往会都延迟了那个治疗 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市政务媒合 让市长朋友也可以有这个 健康检查的资讯 那因为肝病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是我在台湾算是一个国病 那慢慢经过这几年的推广 我觉得我们人民都会预防 然后也会得到及时的治疗 副市长邱佩玲 社会处长杨玉昕 和卫生局长张震贤 一同出席筛检活动 特别感谢民间单位和市府攜手 照顾身障朋友打造有爱的城市 爱心是大家一起累积出来的 能够重视北台湾 所有身杖人的福利 也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 民间跟政府一起合作 今天这个场域让我们可以提早的 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以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 不是在后面做医疗 更有价值是做预防 所以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什么情形 一定要健康检查 那今天很重要的是超音波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无痛无辐射 让大家可以好好在这么好的环境 一起来了解自己的健康 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努力 一起来帮我们的身脏同胞们 做健康检查 那这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因为我们现场 会有这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身脏朋友 比较容易的进入 这一个检查的空间 再者呢我们的盲包呢 也会有人来协助餐服 那听障同胞呢 他们更有手语老师来协助 他们跟医护人员来做沟通 我想这个是完全符合 我们身脏同胞 以及弱势族群 他们的一个需求 干基金会推动全民复操运动 首度巡回基隆 提供身脏朋友服务 结合市府力量 一起为身脏朋友 永保健康 今年操了没 好心好干好健康 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9月9号是一年一度的 国民体育日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健走活动 吸引了近千位民众参与 挥舞着手脚 伴力的暖身 在舞蹈老师的带动下 民众做起了健康操 2 1 请鸣笛 鸣腔声响起 踩着轻快的步伐 大步向前 海客馆举办千人健走活动 一大早 民众扶老西幼 全家总动员 一起出门运动 我觉得这样子的健走活动 对于健康很好 然后也可以促进亲子的感情 那我们就一家三代一起报名了 我93岁 那能参加这样活动怎么样 我觉得很高兴 怎么说 健康啊 很舒服 很舒服啊 走前身动一动 有没有好久没这样走了 对啊 天气转为秋天 但白天气温飙高 民众热情不减 就用市长谢国良 海科馆馆长陈树芬 和市议员郑文婷出席活动 邀请民众多走出户外 身体才会健康 鼓励大家多出来走一走 多出来运动 当然本市透过体育会 也举办很多的健康活动 无非就是希望大家多运动 多走出来 今天看到很多家长 带着可爱的小朋友 小爱爸爸就很开心 在这边祝大家 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日 希望大家多走一走 多健康多运动 事实上今天也是所谓的律师节 那我们再一大早 就来到海科馆 跟着大家一起健走 我们希望大家 透过健走的过程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机能都非常的健康 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健康久久 9月9号刚好是国民的体育日 在一个丰和日历 这个秋高气爽 一个好节气里面 那我们海科馆今天 刚好举办了千人健走 这样一个活动 那无非就是想 透过这样的一个健走 从我们的曹晋复义公园 101高地 再绕回来海科馆 透过一个山海之美的 这种情境 让民众除了能够走出户外 能够健走 能够有一个好的健康之外 更重要的是 也能够响应我们的绿生活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 用走路来代替这个行车 是一种非常好的减碳方法 那也鼓励大家 只要有空 如果能走路 尽量就走路 这项健走活动 从海科馆出发 经过长潭渔港 潮进公园到浮渔公园 总计三公里路程 完成健走民众 盖完章 就能获得完赛礼 还有机会抽中一金电视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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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全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用识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